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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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Gin 我在台南店負責除能 每一年的門員展 就是一年一度 除能廠商要交作業的時間 過去一年 我跟大家分享 除能市場其實 挑戰蠻多的 我們有零元中標 我們有融資問題 我們有短期的 建置過剩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 除能這個市場在台灣 過去一年 其實做得並不好 因為市場不好的關係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 業者 我們的同行 選擇觀望 或者甚至有一些已經退出市場 但是 台下店 用不同的做法 我們持續增加R&D的投資 我們 帶頭打造 這個 Ecosystem 那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只要台灣 會發展再生能源 只要台灣發展AI 它就一定會有能源的需求 那更重要的是說 作為台灣儲能的領導廠商 我們有能力把產品跟技術做得好 那技術更留台灣 那為台灣的戰術能源發展 盡一分心力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台達店 今年要交的作業 我們把它叫做 All-in-One的儲能系統 Feltera 那接下來我會用一些時間 去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個產品 是市場上最有價值的產品 那為什麼這個產品 在解決方案上面 可以給客戶最大的價值 那我們先退步想一下 未來的世界 有人說未來的世界會有機械人 那有人說 他出去的時候 他其實按個APP 那個計程車就來了 然後那個計程車裡頭 還沒有方向盤 然後是無人的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一天 比我們想像中來得快 台達店在幫美國的幾家 那個自駕車的公司 做自動充電系統 這些應用完全都已經被實現了 那只要有AI 就會有能源需求 那只要有能源需求 現在新增加的能源 基本上都是用再生能源的形式 那再生能源跟儲能有什麼關係 因為再生能源發電的特性 它有間斷性跟不確定性 所以一定要用儲能做調配 我們在六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歐洲的Smart E 我們上個月的時候去Renewable Energy 在那個美國 我們遇到很多Data Center的公司 那在裡頭Data Center AI的公司 流行一句話 AI的鏡頭是能源 能源的鏡頭是儲能 那他們現在 我們談一家公司 那個鏡頭有多大 一個月200MW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再生能源往上的過程當中 在電往改革的過程當中 能源需求就一定會有 所以台達電為什麼要做儲能 很簡單 世界有需求 我的客戶有需求 更重要的是台達電有能力做 那一路以來 台達電總是走在儲能的最前線 這句話我不敢說世界的最前線 因為很多世界的儲能市場 其實發展的比台灣還早 但是 台達電一定是走在台灣的最前線 台灣的第一套 TB加ESS 台達電做的 那台灣的第一套 調平輔助暗場 跟第二套 也都是台達電做的 那2022年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 我們希望在客戶 在暗場上面做SAT的時候 在暗場做整合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work 放在工廠 我們四肢商議 打造了一個16MW的儲能整合測試平台 那在2023年呢 我們提出一個 Always On 台達有一個24小時的戰績氣走 365天 過年中秋節 我們都有人在值班 為什麼 我們要確認 客戶買台達電的儲能系統的時候 的上限力跟普戰率 那2024年我們做什麼 我們交付了兩個微電網工程的案子 微電網在儲能的世界裡頭 我們叫做技術的天花板 你一個廠商要同時擁有EMS 同時擁有PCS的技術 跟電控的技術 你才有辦法做微電網 那Deliver區塊 剛好組合台達電發展的方向 我們是技術民 掛帥 所以我們今年會Deliver兩個微電網 明年會Deliver三個微電網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希望 在產品街上 剛剛跟各位報告 去Deliver給我們客戶最有價值的產品 那我們先談這個產品之前 我們先談那個客戶的痛點 這是一個Typical儲能的一個架構 那儲能場域會有什麼 儲能場域會有中立壓配電盤 會有PCS 會有電池貨櫃 所以在施工上面 他會要挖地下管溝 他會有水泥基座 有線槽 那如果你設備多的話 就有調應的費用 那包括內部配線消防通訊 並往稱之整合輸座 那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遇到是 你有時候遇到那個EPC 他那個工程其實他沒有經驗 那個施工的時間就會多得很長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的設備分散的時候 他用的土地面積就會很大 那整合的部分 他有變壓器 PCS 電池系統 那如果整合出問題 請問是誰的問題 我們過去看到歷史 誰都不承認是他的問題 那我有很多的那個 客戶 他在用那個 國外的電池廠 或電池系統 那他就跟我抱怨 他說他要叫原廠服務 那個原廠跟他講說 你要先證明 是我的問題 我才派人去 那前一陣子的那個COVID-19 那更困難了 那個連搭飛機都沒辦法搭 所以這邊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客戶的痛點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這個 儲能市場的亂象 然後電池不是他做的 PCS不太做的 他怎麼 他怎麼都保固 所以簽的那個都是問題很多 好 那他也沒有技術 所以這些都是 種種的 這個儲能的亂象 所以我們看到齁 小的工程 短折三個月 好 那其實都不止 那個 比較大型的工程 我們講 大型的工程 是超過20MW 其實都跑到半年 一年以上 那沒有交付的也很多 所以根據這些問題齁 這就是 台達為什麼要做Deltera 那我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很多客戶問我說 你為什麼叫做Deltera Delta是 台達的英文名 它的英文意思是 變革跟創新 所以我們Deliver Value 是利用能源科技 推動環境容許 那Terra 在拉丁文的意思是 地球跟土地 那我們企業的經濟使命是 環保、節能、愛西球 那另外就是Delta 後面是A嘛 那Terra後面也是A 所以我們在台達儲能系統 解決方面 想要傳遞的價值 是以儲能支持 地球永續 我們取得能源跟環境上面的平衡 那我們用技術對未來的電網 有一個承諾跟願景 所以我們這一次 一次推出了三個系列 我們第一個系列叫 分散式的儲能系統 我們叫N系列 它是一個實質的貨櫃系統 那Zeta在歐洲賣得非常好 因為有很多客戶他不選20尺的 20尺的偏重偏大 在運輸上面 在歐洲的那種小路其實不好用 那鎖定的就是10尺 1.4MWh 的一個電池容量 那它第一位把AC、DC panel跟控制全部 整合進去 它是一個1加5的結構 所以它最大可以串併到7.8MWh 那這是我們今年推出的產品 那待會有興趣的話 食物在我的右手邊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們的重點 今天的發布會就是要談 一體式的解決方案 我們一次出了兩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是電網級的貨櫃系統 它是一個20尺的貨櫃 上面是一個5MWh容量的電池 那下層是台大座的PCS 那我們可以根據使用者不同的 那不是Dication跟Cray 我們可以調控PCS的數量 那這還不夠 我們希望更aggressive一點 把客人的AC端問題也解決 那客人如果對於 變壓器或重低壓配電盤 對台達有需求的 台達可以一次把這部分也設計出來 所以在限定整合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兩套 我叫電力櫃跟AC櫃 直接在我們的工廠做完FAT 再到限定去確保 我們在整合的時候的成功率 那除了電網級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CMI的1-1 那待會兒會跟大家報告 所以接下來是一個簡單的影片 讓大家有一個形象式的概念 我們Delterra U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構跟運行 嗯? 你看到原來民間的職業聲音很開心 嗯? 你看到原來民間職業聲音很開心 他沒有音樂對不對? 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不太熟 那我可能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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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六套的電池系統 放在一個貨櫃裡頭 那下層是PCS 那當 如果有一處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Redundancy就在一處 跟以往的那個Redundancy 放在一櫃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同時可以說 On-Lite Maintenance 那它是全藝人的系統 那另外我們消防 也都坐在裡頭 所以用這套設備的話 消防工程也可以做很大部分的節省 然後整套系統都通過相關的認證 可以在美國歐洲全世界都犯錯 那當然一定在台灣也沒有問題 那另外搭配了台達的Auto Tour 我們有 我們叫Easy Maintenance Easy Diagnosis Easy Instrument 我們希望我們九層的問題 都可以遠端去處理掉 所以我簡單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才上去的內容 跟我們的優點 那這是一個Typical 分散式的架構 分散式的架構 它有一個PCS 它有中低壓配電盤 它有電池櫃 它有邊壓器 所以以長度的概念來講 它是一個26公尺 那我們一體式的架構 剛才提到 採用台達的AC櫃 跟DC櫃 我們可以把26公尺 縮到14公尺 這有什麼好處 有三個非常非常關鍵的好處 第一個 佔地面積少了40% 台灣的優能都該在工業用地 那工業用地其實看區域 大家可以用去換算 這個土地成本少了40%的概念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安裝時間少了75% 那其實你看我們的結構 我們只需要打地機就好了 那包括邊壓器的線線等等的 我們中間 櫃與櫃中間有一個連接器 也是太大的內建 也是原廠提供的 那第三個是 這最重要的 我們總經理都說 我們不要寫得太aggressive 其實我們自己的計算 EP72的工程 可以少到七成到八成 尤其在美國 那個Lagor的cost 非常貴 你沒有這套產品 打不到世界杯 所以我們這邊談 就是說你工程成本 至少節省到五成 那我們再用一個typical的25MW 1比4的電池的容量 100MWh的暗場 我們做例子 這個我們常開玩笑 我們的那個同仁有著住桃園 那個房子買的比較大的 就大概可以裝個10MW 那這個暗場 我們的計算 新的Lagor大概就是300平 那它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快速安裝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這個電池櫃的能量 密度是20尺貨櫃 5MWh 5000度 那我們是一個 右開門跟左開門 所以它可以背靠背 它可以快速安裝 它不需要趕勾 減少佔定面積 那第二個是 觸及電池管理 六套的電池系統 可以放在一個貨櫃裡頭 那更極端的講 我們六套系統 可以做不同的application 那獨立性能更高 那萬一發生問題的時候 只是觸及的問題 它不會影響到整個貨櫃的運行 然後再來 DOD是100% 我們這套系統 第三個優點是 多層防護 那我們把消防 剛才提到 我們把消防做在電池櫃裡頭 那客戶的消防工程也都省了 那另外 DEL Terra-C 陳述我們剛才在U系列上面的一些優勢 那這邊要談的 它也是用314A的獨散鐵底的電池 那一樣可以搭配到 台達所謂的數位化回運 24小時的長期分路 只要用我們OM的Program 基本上24小時365天不間斷 那我們這套的CMI 它可以在病網時 串病十櫃 可以在公老模式的時候 串病五櫃 那根據客戶不同的容量 有更靈活的一個調配 那另外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點 這個市面上 欸現在還沒有的 我們去年在做 那個菲律賓維電網的時候 他說金 你這個CMI應該怎麼運輸 我們說要用吊車 他說我那個島裡頭沒有吊車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套系統 因為有這個Customer Pan 所以我們可以用堆高計 通常廠裡頭不一定有吊車 而且吊車如果你用主用的時候 那個費用很貴 那我們這套系統是可以用堆高計去做定位安裝 好 那另外我們強調一個一體適用的設計 那我們希望說這麼好的產品 能夠推廣給更多的客人 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儲能容量的搭配的系統上面 所以我們Based Model在U系列是2.5MW 5MWh 我們往上可以增加 往下可以縮減 那CMI剛才談到 我們可以用並貴的方式 一貴是125KW 261度電 那在Offline的模式 Online的模式 我們可以串併到1.2MW 2.6MWh 所以最後我再總結一下 我們剛才談的 台達電除了在產品上面給出的價值之外 我們在生意模式也給了我們客人很多的價值 那這邊我們叫做解決方案客戶價值 我把它稱為台達電儲能武力 我們第一例 我們也有電力電子的技術 我們也有電力系統的技術 我們也有電網控制的技術 這叫技術實力 第二是整合能力 那我們除了一戰式服務 所有設備都用我們 能力會有ownership的問題 那在整合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帶我們的工廠 有一個16MW的測試工位 先進行整合 確保客戶在現場的整合度 那第三是實戰經歷 台達電海內外做了上百個暗場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預約 第四是維運能力 我們全部都是採用數位化 我們用AI的運維中心 我們有24小時的戰警室 我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問題可以先上處理 然後我們是原廠供應 背秉齊全 服務給我們的台灣客戶 那最後叫永續體地 台達電做這個生意 第一個是我們有技術 那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的創辦人 跟我們的top management 對於能源基礎設施這個生意的 包括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 所以我們是一個EZSG的品牌 台達電是一個五十幾年的公司 我們給我們的客戶是提供原廠保護 我們做的是長期承諾的生意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